这两年实体经济真是不太景气 我们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倒闭 前几年我们还可以说是因为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严重打压 所以很多商品能在网上卖 你在实体店根本就卖不掉 因此大量的服装店服饰店倒闭 而这两年以来由于疫情的影响 很多餐饮店日子也不太好过 经常性的会遭遇到关门的危机 因此有些餐饮的小老板他也坚持不住了 再包括所谓创业几大傻之一的奶茶店咖啡店 现在也开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城市 整条街有一半以上的商铺在出对 然而有一个业态却逆势上扬 在最近两年表现的特别好 什么呢 药店 经常性的一整条街开了四五家五六家药店 明明昨天还是个餐馆呢 今天就转成药店了 当大量的实体经济遭遇到种种危机 做不下去的时候 药店的数量却越开越多 就和这两年的便利店一样 当然便利店增多的原因 以往我们跟大家分析过 因为人们快节奏的生活 以及年轻人对品质生活的要求 所以呢便利店如雨后春笋一般 超市大卖场都经营不下去了 而且很多人去便利店是要解决早餐 午餐甚至晚餐的 便利店实际上已经起到了一个小餐饮店的作用 那么药店为什么也越开越多呢 这当然是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 首先第一啊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大家还是觉得看病难 看病贵 越是大的城市 医疗体系越发达 顶尖的医院越多 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你去顶尖的医院挂一个专家号 那是很困难的 要不然你就得提前很长的时间去排队 要不然你看看网上有没有黄牛 或者身边有没有熟人 总之你到大医院看病 想挂个号 那都是千难万难的 继而呢 有很多人也对到大医院看病有抵触情绪 大家觉得我就是赶个冒而已嘛 为什么要让我把几乎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 拍个片做个CT 一圈走下来之后 大夫跟我说你这个病不是太重 随便开点药回家吃得了 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遭遇到了欺骗 医院是不是为了赚我的钱 所以故意过度医疗 让我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 我看个头疼脑热就得几百上千块钱 这个钱花得太冤枉了 有的医院确实是过度医疗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 医生他不是神啊 他也是人 他是要根据各种各样的检查指标 来最后确定你的症状在对症下药的 但这样一个过程呢 也让很多人非常困扰啊 让很多人不敢到大医院去看病 挂号就难 检查还多 费用还高 所以得了病怎么办 很多人流行自己到网上去看病 把自己的症状呢 简单总结一下 到网上看 有没有人跟自己比较相似 或者找去那种免费的网络医生来咨询 最终模棱两可的确定自己好像得了什么病 反正不是太严重了 干脆到药房去买个药就得了 相比于到医院去看病 到药房买药当然非常容易轻松了 你只要到那个药房中告诉人家 我在网上看了 我好像得了什么病啊 我要买什么什么药 这面交钱 那面就拿药 根本连挂号都省掉了 也不需要排慢慢的长队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不愿意到医院 而非要到药房的原因 说实话 有些病就这样被耽搁下来了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感觉 我这个病我自己了解 我能控制得住 我没有必要费精力 费时间 费金钱到大医院 我就找个小药房解决掉就算了 而另一方面呢 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迷思 大家觉得呀 这个医院他卖药一定贵 医生的诊疗费没几个钱吗 有时候你不做检查的话 那个挂号就几块钱 十几块钱而已 所以有人觉得 医院要通过卖药 把这个钱挣回来 因此大家觉得 我莫不如到药房中去买药 药房那么多 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 所以我到药房买药 他竞争残酷啊 他就必须把药相对便宜的卖给我 而医院就独一家 医生让我吃什么药 我就得买什么药 所以人家就有可能赚到我的超额利润 这样的想法导致很多人 宁愿到药房买药 也不到医院去买药 然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近些年来 在医药极采的影响之下 很多医院的药价早就降下来了 我们要求医院不能以药养医 医院应当把药品的价格真正打下来 而反过来看 说实话很多药房的那个药啊 它价格并不便宜 跟医院不一样 药房呢 妥妥的是商业企业啊 人家是要赚钱的 所以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去过药房买药 你有没有被人家推荐过各种各样的药 有时候啊 你可能得了自己的一种常见病啊 你到药房去想买几年前十几年前 使用过的那种相对价格低廉的药 药房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对不起 我们没有这种药 或者说这种药已经过时了 它已经不生产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对于药房而言 卖这种低价药 它实在是啊赚不到钱 利润太微薄 继而呢 药房的工作人员会跟你推荐说 哎呀 人家厂家早就出新药了 现在有一种药 同样能解决你这个病痛效果更好 只不过价格恐怕翻了十倍二十倍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总是要治病的呀 所以你很有可能就买了这个药 是的 今天的各种药房实际上充斥了各种高价药 而且药房的工作人员 他一定会给你推荐 对他们而言利润最为丰厚的药品 因为人家要赚钱 甚至药房的很多工作人员 他的工资收入和他售卖的药品是直接挂钩的 有的那个小药房门点不大 你走进去啊 会有好几个工作人员 你可能都惊奇 他怎么养的活这么多人呢 哎 道理很简单 这些人都要不断的向你推销各种各样的药品 他们的工资提成就指着你来花钱呢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以往那些相对比较便宜的药 根本买都买不到了 替代品的价格 他怎么就这么高啊 当然了 药房赖以为生的 不光是这些药品 还有大量的慢性病药品 以及保健品 今天我国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了 有的城市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30% 人年龄大了之后 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病患 有高血压 有高血脂 有高尿酸 有高血糖 这些慢性病在困扰着我们许许多多老年人 这些病短时间不致命 但是需要病人长期服药 所以啊 很多药房实际上就做这些慢性病的生意 老年人们也清楚 自己这个病吧 已经确诊了 需要终生服药 没必要天天跃跃到医院去 只要按时到药房去买药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药房 针对这些老年人还会推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活动 比如说给你免费测血糖啊 给你免费测血压啊 甚至你买了药之后再送你点大米送你点豆油啊 总之用各种各样的小恩小惠笼络老年人 希望老年人在他们这里消费 而且很多药房卖的不只是药品 还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过去二三十年以来我们见过多少种的保健品啊 又有多少富豪因为生产保健品而发家 是的 对于我们人来说 任何人都希望延年一寿 任何人可能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 这就给了保健品以机会 因此大量的药房在推销药物的同时 还推销保健品 而我们非常清楚保健品的利润有多么的丰厚 而且对于很多药房而言 他们实际上还有一个关键的利润来源 那就是医保卡 大部分职场工作的人呢 都正常缴纳医保 退休之后也有医保待遇 甚至很多老年人如果慢性病被确认了的话 每一年还有一大笔的慢性补助 这些钱都是打到医保卡中的 以往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 医保卡里的钱虽然是患者本人的 但是这个是专款专用的 这个钱是取不出来的 只能用于门诊花费或者购买药品 前几年在很多城市 有人就专门做这个医保卡的生意 怎么做呢 好比说你医保卡里有5000块钱 你现在临时要用钱拿不出来 他就说我帮你把这个钱赚出来 我收你10%的过全费 5000块钱的鱼儿到我这里 我给你4500 这是严重违法的 这些犯罪分子就是和各种各样的药房勾结 把这个钱洗出来 当然药房的这种作为如果被侦测到了 他会立马被停掉使用医保卡的资格 但是反过来讲确实对于很多人而言啊 医保卡里这个钱怎么花掉 它也是个问题 你不得病 你没有门诊报销 你不住院 这个钱就一直存放在那里 那也是一笔救命钱 当然能不花最好不花 可是反过来讲 你拿着这张医保卡到各个药房去购物 是可以不使用自己的现金的 是可以使用医保卡里的余额的 因此很多药房也在做其他的生意 比如说药房明明应当就是卖药的 顶天了你再卖点保健品 可是有的药房就把这个日用品生意也经营上了 大米啊白面啊豆油啊 通通的售卖 为什么 因为患者在过来买药的同时 也可以买这些日用品 更关键的是可以刷医保卡的余额 这当然也是违规的 但是有些药房就是做这样的生意 对于患者而言 大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你用的还是你的钱 你用的甚至是你的救命钱 大家只是感觉到 我刷了医保卡没动我兜里的钱 就把这些日用品买回来了 好像占了便宜一样 所以正是患者有这许多要求 才使得最近几年来药房是越开越多 而且有很多全国性的连锁药店正在铺开 人家为了抢占市场的是不计成本的 哪怕这条街上已经开了几家药房 他们也还要挤进来 甚至有些药房还在发生变化 他们感觉到我只用这种销售人员来推广 大家不一定买账 甚至他们还引入了一些坐堂医生 甭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你病人来到我这里 我还可以给你简单的诊治一下 然后对症下药的告诉你应当买什么药 对于很多患者而言 大家觉得哎呀我到医院还得去排队 还得去挂号 可是我到药房呢 人家免费帮我看病 我不但没花钱 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说实话 对于很多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 有这种坐堂医生啊 倒也是对当地老百姓的就医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然而这两年来药房确实是越开越多了 我觉得在很多地方真的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了 我们中国人做事啊 确实有这种一窝蜂的感觉 一旦某个领域形成了风口 资金也好 人力也好 会迅速的冲过去 短时间内大量的扑开 但是当然这也会形成很大的浪费 所谓一降功成万古苦 到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一定是那些资本雄厚 而给消费者带来巨大实惠的企业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到药房这个风口了 您觉得再去开药房 再去加盟药房 还是个好生意吗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